早安你好 我是杨韵子 欢迎收看8月14号的大爱全球新闻 连续两三天中南部地区大雨下个不停 今天新闻首先还是要告诉观众朋友 雨还有可能会继续下 要到周末才会恢复成稳定的天气形态 从累积雨量图来看 现在整个中南部地区都是蓝色的一片 雨是还在下的 而且从今天的日累积雨量还在上午的时间 屏东就已经快要突破了100毫米 所以要再次提醒观众朋友 雨天出门在外真的要注意安全 因为昨天在高雄就有一名女骑士 她是连人带车直接摔到了沟渠里 不幸死亡 尽管大雨不停 救难人员还是设法寻找失踪骑士的踪影 沿着沟渠一路找到抽水站 人终于找到了 吊挂上来时 女子早已经没了气息 家属苦等的希望落空 眼泪再也止不住 难以相信一场大雨夺走亲人性命 女子一如往常 从寒冬出来准备要去上班 没有想到行经到该路段 这里路面积水 女子疑似没有察觉 直接连人带车 摔进这个施工的大坑洞里 就家属的部分能够予以用最大的方便以及协助 家属无助伤感 慈激志工随即前往关怀 家属让他不要太过悲哀 后续我们还会陪伴他们 直到他们心理上能够安顿下来 一场大雨夺走家人性命 是家属难以承受的痛 志工陪伴 期望能尽快走出伤痛 大爱新闻 正在云林道明 高雄报导 中南部地区 尤其是云林 是台湾的农业大县 连日来雨下个不停 农损灾情是可想而知的 很多菜农师顾不得 外头还在打雷闪电 鱼只要稍稍变少 就赶紧出门抢收 水退了 菜园里的菜东倒西歪 趁着天气放晴赶忙采收 不采收会烂掉 在担不说担三次 也是要来扣 担死了 要来扣这些 这整个都弄水了 采收的双手每一刻停过 担心菜园再度泡水 菜农赶忙采收 零售商则是把收来的青菜 反复清洗干净 就怕大雨再来 西螺农产品市场附近的大牌 目前还是满水味状态 云林西螺还有好几处的农田 因为地势比较低洼 所以即使隔了好几个小时 整个大水还是无法宣泄 满到了路面上来 分不清是马路还是农田 冒着抛锚风险 车辆涉水通行 那个啊 如果走过来就是 看那个水位还好啦 这条新的大牌是 今年刚发包通过而已 不然的话它会淹到黄色的线这边 西南风辖带好雨 气候不稳定 外出多注意安全 大约新闻黄子林 杨俊廷 云林报道 而台南是这几天的雨灾 受灾范围最广的 尤其是在仁德地区 居民放了防水闸门 还是挡不住淹水 慈济志工昨天一早便赶紧出门 为困在家中的相亲送上了热食 穿上雨鞋踩进淹水处 因为慈济家人也受灾 泰宇工业区淹大水 洪天柱的工厂也不例外 防水闸门里外都淹 这是怎么淹去的 这边就淹去 这边就淹去 淹去就对了 外面啊 外面也离开 外面离开 你买上冰冬来 我说不要进去 志工来关心是否需要协助 但同为慈济人的洪天柱 挂心其他受灾的法轻 顾不了工厂的水都还没退 他带领着车队出发 来到工业区最低洼处 志工互相牵挂 一家人的温暖赶走淹水的良意 有人来关怀的话 就是觉得很贴心 很感动这样子 顺便是给他加油啦 给他打气 因为清 就是淹水 你清得辛苦 志工中午前就把热食 送到分住所跟法轻家里 照顾护廖女士要洗肾 倒入淹水受阻 志工借来竹筏 顺利接出坐轮椅的她 好 谢谢哦 平安抵达洗肾中心 有志工坐后盾 廖女士终于不再恐惧无助 大约新闻 陈一真 陈立伟台南报道 专题报道 莫拉克十年 今天要对观众朋友了解 当时风灾过后 慈济基金会便援建了 六百多户的山林永久屋 不只安顿乡亲的身 更盖了两间教堂 要安乡亲的心 大约新闻 要再带您走一趟 看看这些居民 如何走过这十年 八十八天打造人间奇迹 山林大爱园区内 还新建了两座教堂 让不同信仰的乡亲 安身也安心 期待说 这里的住进来的 都是这个人品典唤 我们真正的台湾原住民 要扶上了地球 国际的平台起来 正言上人在十字架底下见证 展现宗教大爱 到今天 这怎么讲 是要感谢那个 雪姬真的 给我们美化就盖 好 这些民族 你们帮他们 但是我们 那个南沙路要要求 我们要盖一个教会 叫雪姬就答应了 雪姬到我们南沙路 那个教会去 照一照 我们这个教会的模型 就是跟民主教会的模型一样 所以那时候 我们也很谢谢 因为实际 她本身是佛教 她也有这个胸怀 因为原住民在山上 很多都是教会 我上面真的 没有分宗教 没有分种族 没有分白人 黑人 那都是上人 最爱的孩子 过了十年 尽管许多住户在外工作 但做礼拜的时刻 大家都不缺席 一三 一三 两三 三十三 三十三岁布农族的吴秀珍 当年和家人从桃园撤出 这间二十八坪的三房两厅 将一家十多人紧紧圈着 一开始 就是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就是心里面真的很不怕死 就是觉得说 好像也没有家的感觉这样 然后这样 这一路这样子过来 然后住了十年 就觉得说 就真的是把这里 就是当做一个家了 她和先生在园区内相识结婚 现在除了多四个孩子 还有一份不成断的情 就算时间不管过去多久 她还是就是 就是在持续 就是关心我们这些 没有因子讲说 那么久了就是让我们就是 就在这里 然后就不管了什么的 不忘这份情的还有住在深山内的郑英兰 那水都下来嘛 那边的路就是窄下来 窄下来这里就一个倒垮下 所以那边都 那边都可能掏空啊 主错毁了当时没水没电 全家人被困了一星期 政府的都不怕太高 也说我们这些实案了 这些 持续人是那个 车不知道放在桌 那路公回去嘛 所以他们是那个 帮我过去那儿去来吃 感动我们家的来 家不能住了 他们搬进山林永久屋 但身材工具还在山上 每天往返养风为生 根不能断 全家人收到的温暖 郑英兰开始从受灾祸 变成手心向下的人 今天礼拜四有舒服站 老人的热灵客 铝箔盒 这个距离差不多两岸 好 来了 够够 这样出来 好 够够 看到实际人那时候来 给我们帮助的实际人 他是真是落断后来的 无怨无悔的付出 所以我们也是说 这样我们也是进来 来看看 看怎么来付出 才能得到这些快乐 这样我会比较旺生 走出伤痛翻转手心 他要用爱补缺 继续牵起慈祭琴 国际早点 土耳其传出了野火灾情 全国一共出现27个火场 到目前为止 大约有100只动物 活活被大火烧死 还有30个人 因为吸入浓烟送医治疗 画面中可以看到的是 土耳其 马尔马拉岛的大火 橘红色的浓烟 都覆盖整个山头 截至当地时间12号 已经烧回五间民宅 附近的居民是赶紧撤离 在强风吹拂之下 火事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办法控制 非洲国家的人民 或许是因为战乱 或许是因为贫穷 有大批民众是前扑后继 冒着生命危险 搭着橡皮顶 想要闯越地中海到欧洲 寻求一丝生机 可是更常见的处境是 命上大海 法国的慈善团体 最近这两天就在海上 又救起了356人 海面上蓝色橡皮艇 挤满了满满的非洲移民 法国慈善团体 出动四艘橡皮艇 把300多位移民 是安全地送到大船上 可是下一步是 不知道还有没有欧洲国家 愿意让这些非洲移民上岸 而这个地区的局势 是更紧张了 应熟的喀什米尔 印度政府日前宣布 要收回当地的自治权 现在更是派了 大批的军队进入 限制民众的自由 实施骚禁 更切断了电话和网络 可是现在正值穆斯林的 重要节日中孝节 相当于华人的新年 应熟喀什米尔的百姓 因此没有办法团圆 大街上传来吹哨声 还有军人持枪戒备 我们的路线也断了 我们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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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的宗教节 原本应该是有如新年般的 重大节日 但是应熟 卡什米尔地区却冷冷清清 因为印度军方严密管制下 清真室不准大型集会 连在外地的家人 都有家归不得 印度政府在5号废除赋予卡什米尔特殊地位的宪法第370条 还加派好几万名安全部队人员进入 不仅限制自由出入 还实施宵禁 切断电话和网路 要求民众在祈祷活动结束后 尽快返家 许多在外地的人 无法与当地家人取得联系 在这么重要的节日 只能祈祷亲友都平安健康 大海新闻旅方编译 上个月18号 日本著名的动画公司 京都动画遭人纵火 造成严重的伤亡 是日本30年来最严重的火灾 如今即将戒满一个月 有不少员工是带伤返回工作岗位 他们要用勇气重建这家公司 社长八田英明更写了一封公开信 感谢外界所有的关心 他们会持续的孕育梦想 火灾现场摆满了悼念花束 京都动漫大火造成35人丧命的悲剧 快要戒满一个月了 离难的人当中 还有曾经参与蜡笔小新制作的知名导演 吴本康宏 虽然有部分作品是微化 存在伺服器中已经恢复 但是大量的珍贵手稿复制一具 不少幸存员工13号带伤回到工作岗位 表示这是对纵火者最大的反击 在东京购物中心一面墙上 贴满了支持者的心声 京都动画官网发布了社长 巴田英明的信 感谢世界各地关心他们的人 希望未来也一如既往 创作出让人感动的作品 大爱新闻女方编译 镜头转到地中海国家摩纳格 它是全球第二嫂的国家 到底有多少呢 台湾的面积已经够少了 可是摩纳格甚至比台湾的永和还要少 不过摩纳格却被称作是耀眼的钻石 因为这里不收个人所得税 所以吸引了全世界的大富豪 都争相移民到摩纳格 它的人口密度堪称是全球第一 房屋都快不够住了 因此当地的政府打算要与海争地 填海造路 不过也引发了破坏自然生态的抗议收浪 超跑精品奢华游艇 这里是地中海的璀璨之珠摩纳格 摩纳格1896年取消所得税后 前朝人潮不断涌入 不过摩纳格比双北面积最小的行政区 永和还小 土地资源就快浩劫 放眼望去一台又一台的怪手加紧赶工 地下人愁的摩纳格再度启动填海造路计划 向大海争地的第一步 就是建造18个混凝土结构 长宽26公尺 定位后只有6公尺露出海面 形成新的海岸线 外观彩弧形设计 海岸线外墙凹凸不平的表面 提供海洋生物生长空间 海床的稀有贝类和波西尼亚海草 也移植到几公里外的保育区 不过在学者眼中 所有补救措施根本无济于事 事实上摩纳格五分之一土地靠田海造路 从1880年开始一共展开6次工程 最新一起将在2025年完成 预计可为摩纳格增加6公顷土地 上头将新建容纳1000人的高级公寓 小小富人亡国持续茁壮 另外在欧洲国家波兰 有一处塔特拉山国家公园 是当地民众骚蜀胜地的首选 平均每天都吸引海内外 3万人到访登山 不过安全风险 也跟着游客人数一起增加 陡峭山壁环绕 翠绿湖泊更省又静 风景如湿如画 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朝圣 这里是位在波兰的塔特拉山国家公园 是波兰与斯洛伐克的边境山脉 有冰洞石灰岩洞穴和中如石奇景 冬天是滑雪胜地 夏天是登山热门景点 拉近到湖边一看 密密麻麻都是人潮 而附近险峻的步道 对喜爱刺激的民众 更是一大吸引力 但挑战的人潮太多 陡峭的阶梯上 经常挤满游客 也衍生出安全问题 专家建议山区下午天气变化多 尽量提早登山出发的时间 别让美丽的回忆蒙上一层阴影 大新闻黄敬平编译 焦点回到台湾 您习惯到超商买一杯咖啡吗 现在有超商业者自发性的要扩大迅速措施 大台北门市从今天开始不再主动提供塑胶吸管 预估一年下来可以省下5.5亿只吸管用量 小姐的中斌拿好咯 请问有吸管吗 不好意思 现在没有主动提供吸管 到超商买饮料 想要吸管 现在得自己询问服务人员 配合政府限速政策 各大业者不再主动提供塑胶吸管 先调饮品一律改用旧口碑 我觉得蛮不错的 减少垃圾的用量 我觉得这个对大家都好 珍珠有料茶饮则改用可以生物分解的 PLA塑胶吸管 刚开始一定会不习惯 那就是要慢慢去调整 其实旧口碑是蛮好用的啦 也不会影响到平常的喝饮料的习惯 限速政策已经在7月1号上路 规范店家内用饮品不得提供塑胶吸管 超商业者响应并自发性扩大减速范围 统一超商14号开始 大台北地区800家门市不主动提供吸管 9月将扩大到全台门市 全家也将于9月中开始全台现用 与估一年可以省下5.51只塑胶吸管 其实大部分的业者跟商家 都是蛮支持这个政策的 我们会后续持续看看推动的成果 我们希望可以在一年内 再做相关的一个检讨 业者以行动力挺 民众喝饮料的习惯也得跟着改变 大一新闻科兴志台北报道 大一电视坚持好的报道 再获肯定 大一新闻一只旅流住一滴水的专题 还有经典杂志 百年森林史的下一页等报道 都分别入围了 2019全球华文永续报道奖 除此之外 经典杂志的罗星亚系列报道 更是荣获了第43届精鼎奖 大声哭喊 人潮挤在围里之外 孩子空洞无助的眼神 这些都是数十万罗星亚难民的处境 经典杂志特约记者杨志强 深入当地难民营带回第一手报道 荣获第43届精鼎奖 已经到达那个地方过了一阵子 他了解到在难民营面并没有未来 带领读者从难民迁徙庞大数字背后 抽丝剥茧探讨 孩童教育断层 公卫疫情 以及趁虚而入的人口贩子 等多角度议题 最常的就是骗这些女性说 她们可以帮她找一个好丈夫 到外面工作等等的这些田野秘密 经典中间很重要的一个主轴是关怀 我们不能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要防止我们这个土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当然站着非常肯定 也支持的角度来协助她把这个完成 除了罗星亚系列报道 经典杂志 百年森林史的下一页 以及大爱新闻一之旅流注一滴水等报导 也分别入围2019全球华文永续报导奖 持续用人文关怀精神陪伴读者观众 关注国际脉动 大爱新闻杨运吉警员吉台北报导 大爱新闻杨运吉台北报导 新闻最后带您到中国大陆西安的 秦陵野生动物园 这里有一对两个半月的双胞胎小狮子 预计一岁多 就可以在游客面前公开亮相 带您先赌微快 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